足坛的黄金左脚们,他们用左脚铺写了足球的艺术与乐章 欢迎收看足坛黄金左脚特技并魔斗士米哈伊洛维奇 当提到单场三次主罚任意球破门这样的壮举时,你会想起谁 没错,他就是米哈伊洛维奇,南斯拉夫的左脚任意球大师 他的左脚任意球能将弧度以及力度完美结合,是所有门将最不愿面对的 而且米哈伊洛维奇的直接任意球还能给人最强烈的感觉,是恐怖 具有那种穿透性以及撕裂七七的弧线,能很轻松地收割对手的球门 在1990-91赛季,米哈伊洛维奇随贝尔格莱的红星站上了欧洲之巅 四只后卫的米哈伊洛维奇一共在一甲攻入38球 其中28例是任意球破门 米哈伊洛维奇与皮尔洛目前一同保持着一甲任意球破门的记录 退役后,米哈伊洛维奇很快便走上了直接的道路,继续留待了一甲 目前他是伯罗尼亚主帅,在2019年米哈伊洛维奇不幸得了白血病 米哈伊洛维奇顽强地与病魔进行抗争 我们坚信这位黄金左脚能战胜伤病 黑色彩维奇不幸得也走上没塞 黄金左脚能战胜伤病指與四十五位 黑色彩疙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